大家好 欢迎来到文史风云 战斗机飞行员一直都是各国重点培养的对象 而国家为了培养一名合格的飞行员 更是花费了大量的财力 物力和精力 一名普通战斗机飞行员培训所需要的时间是八年 战斗机越是先进 飞行员所需要的历练就越久 飞行员的培养不仅年限长 所需要的金钱更是庞大 因此国家对于飞行员也是非常照顾 二战时 美国为了保护飞行员 更是让他们随身携带拥有十三国语言的投降书 当遇到危险时 要求飞行员第一时间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 必要情况下可以跳机逃命 但是前提是下方是无人区 而我国就曾经因为战机故障 飞行员牺牲 本来该飞行员是有机会跳机保命 但是飞机下方有人群居住为了保证 下方人群不受战机坠落的伤害 该飞行员拒绝了上级的命令 改变航线 错过最佳逃生时间而牺牲 我国军人一直都肩负着保护人民的使命 所以即使有生命危险也不会退缩 但是苏联空军的选择却伤害上百名群众 苏联空军也曾因为战斗机故障而发生一件惨事 当时的飞行员遇到战机故障就立即跳伞逃生 但是在战机的下方却是一个学校 飞行员当时只顾着逃生 丝毫不顾及飞机所在的领域 最终这重达30吨的战机坠落 使得上百名学生当场死亡 如果这个飞行员改一下战斗机的航线 也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而苏联就此事将该名战斗机飞行员送上了军事法庭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见